弧行路由问题的实际应用包括垃圾收集,校车路线规划,包裹和报纸递送,道路撒盐,冬季服务车辆除冰和除雪,邮件递送,网络维护,街道清洁,警察和保安人员,巡逻,除雪工作,与可以在多项时时间内解决的跟检查问题相比。 弧路由问题是NP困难的。作为解决弧路由问题的现实范例,Kristina2弧路由问题与跟检查问题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。 1.弧路由问题是一般路由问题,GRP的一类。其中也包含节点路由问题,NRP。ARP和NRP的目的是分别遍力图的边和节点。 2.弧路由问题的目标包括最小化总距离和时间。这通常包括最大限度的减少死不痛时间,及到达目的地所需的时间。 不。弧路由问题无法在多项时时间内解决。弧路由问题是NP困难的问题。 这意味着没有已知的演算法可以在多项时时间内解决问题。然而,有些近似演算法可以提供接近最优但不完全最优的解。 这些演算法可用于在多项时时间内解决圆弧不线问题。但它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不能保证是最佳解决方案。 相较之下,跟检查问题可以在多项时时间内解决。 这意味着存在已知的演算法可以在多项时时间内解决该问题。 弧路由问题的一些概括包括。 1.K中国邮差问题,KCPP。 这是引进多个邮差的弧路由问题的推广。 在KCPP中,目标是最小化K个邮差行驶的总距离。 2.有时间窗的K中国邮差问题,KipTway。 这是另一种引入多个邮差和时间窗的弧路由问题的推广。 字幕志愿者,明镜字幕志愿者贊後期江拓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